申育飞,住在新城铁县附近的一个高档别墅区,这里的灯光稀疏了许多,别墅群环绕着几个能锤吊的小人公湖,晚上有一种乡村的感觉,申育飞显然很富有,但汪淼一直搞不清他财产的来源。 他以前的研究职位和现在公司中的职位都挣不到那么多钱,不过他的别墅中并没有豪华享受的痕迹,那里是科学边界的一个聚会场所,其中的陈设很像一个带会议室的小图书馆。 在客厅里,汪淼见到了申育飞的丈夫魏成,这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一副敦厚的知识分子模样,汪淼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其性命,申育飞介绍时也只说了这些。 他似乎没有工作,成天待在家里,对科学边界的讨论不感兴趣,对家里频繁来往的学者们也习以为常。 但他并非无所事事,显然在家研究着什么东西,整天沉浸在思考中,见到任何人都是心不在焉地打个招呼,然后回到楼上的房间里。 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一次汪淼在楼上,无意中从半开的房门向里瞥了一眼,看到一个令人惊奇的东西,一台惠普小型机。 他不会看错,因为那台设备与他工作的超导研究中心的那台一样,黑灰色的机箱,是四年前出品的RX8620。 把这台价值上百万的设备放在家里,似乎很奇怪,未成每天一个人守着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与非在上面有点事,您稍等一会儿吧。 未成说,然后走上了楼,汪淼本打算等的,但实在坐不住,也跟着走上了楼去。 看到未成正要进入他那个放着小型机的房间,他看到汪淼跟上来,似乎并不反感,直至对面的一个房间说,啊,他就在那个房间里,你去找他吧。 然后,汪淼敲门,门没锁,开了一个缝,他看到,申玉飞正坐在电脑前,玩游戏。 令汪淼惊奇的是,他竟穿着一套威装具。 这是目前在游戏玩家中很流行的玩意儿,由一个全视角显示头盔和一套感应符构成。 感应符可以使玩家从肉体上感觉到游戏中的击打,刀刺和火烧,能产生出酷热和严寒,甚至还能逼真的模拟出身体暴露在风雪中的感觉。 汪淼走到他后面,由于游戏是在头盔中以全视角的方式显示的,在显示器上什么都看不到。 这时,汪淼想起大使让他寄网址和邮件地址的事儿,无意中扫了一眼显示器,那个游戏登陆界面上的英文名很特别。 他记住了,申于飞摘下了显示头盔,又脱下了感应符,戴上了他那副在瘦靴的脸上显得很大的眼镜,面无表情地对汪淼点了点头。 一个字都没说,等着他说话,汪淼拿出那团胶卷儿,开始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诡异事件。 申于飞注意听着,对那些胶片只是拿起来大概地扫了几眼并没有细看。 这令汪淼很震惊,现在他进一步确定申于飞对此事并非完全不知情,这几乎令他停止了讲述,只是申于飞几次点头示意他继续,他才将事情讲完了。 这时申于飞才说出了他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 你领导的纳米项目怎么样了? 这不着边际的问题令汪淼十分吃惊。 什么?纳米项目?他与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他指了指那堆胶卷儿,申于飞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等他回答自己的问题,这就是他谈话的风格,从不多说一个字。 把研究停下来吧。 申于飞说。 什么?汪淼认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申于飞沉默着,没有重复自己的话。 停下来?那是国家重点项目? 申于飞仍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目光平静。 你总得说出原因吧。 停下来试试。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告诉我。 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些了。 想我不能停,也不可能停。 停下来试试。 关于幽灵倒计时的简短的谈话,就到此为止。 之后,不管汪淼如何努力,申于飞再也没有说出一个与此有关的字。 只是重复着那句话,停下来试试。 我现在明白了,科学边界并不是像你们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基础理论的学术交流组织。 它与现实的关系,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相反,你得出这个印象,是因为科学边界设计的东西,比你想象的更基础。 绝望的汪淼,没有告辞,起身就走。 身与飞默默地一直送他到庭院的大门处,并看着他坐进出租车。 正在这时,另一辆汽车急驰而来,在门前杀住了。 一个男人下了车,借着别墅中透出的灯光,汪淼一眼就认出了他。 那个人是潘涵,是科学边界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成功地预言了长期食用转基因农产品造成的后代遗传畸形。 还预言了转基因作物可能造成的生态灾难。 与那些空洞的威严耸听的学者不同,他的预言充满了具体的细节, 且都依依精确兑现,其准确度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以至于,有传言说,他来自未来。 他使自己闻名于世的另一个创举时,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实验社会, 与西方那些旨在回归自然的乌托邦社团不同。 他的中华田园不是处于荒野之地,而是置身于最大的城市中。 社团没有一分钱的财产,包括食物在内的所有的生活用品均来自城市垃圾。 与人们最初的预想不同,中华田园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迅速壮大, 其固定成员已达三千多人,不定期的到其中体验生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以这两个成功为基础,潘寒的社会思想也日益具有影响力。 他认为,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病变, 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与癌细胞的飞速扩散相当, 最终的结果都是耗尽有机体的养分破坏器官,导致其寄宿体的死亡。 他主张废除那些粗暴的技术,如化石能源和核电, 保留温和的技术,如太阳能和小水电,将大城市逐步解散, 人口均匀分布于自给自足的小村镇中, 以温和技术为基础,建立新农业社会。 他在吗? 潘寒直至别墅的二楼问。 沈玉飞没有回答,沉默地挡在他的面前。 我要警告他,当然,也要警告你,别逼我们。 潘寒冷冷地说,沈玉飞仍没回答他, 只是对出租车里的汪淼说, 走吧,没事。 然后示意司机开车,车发动后,汪淼再也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 他回头远远地看到,灯光下, 沈玉飞一直没让潘寒走进别墅。 回到家,已是深夜了,汪淼在小区的门口走下出租车。 一辆黑色桑塔纳紧贴着他杀主, 车窗摇下一股烟, 喷了出来是大屎。 粗壮的身躯将驾驶座挤得满满的。 啊,王教授,王院士,这两天过得可好啊, 你在跟遵我,真无聊。 哎,别误会,我要是直直地开过去, 出就完了。 你看,讲个礼貌,打个招呼, 你还当成驴肝肺了。 大屎露出他的特色傻笑,一副无赖像。 咋的,那边看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没? 交流交流。 我说过,我和你们没关系了, 今后请不要跟踪我。 得嘞,大屎开动了车子, 好像我愿意挣这俩夜班外勤费似的, 球赛都耽误了。 汪淼走进家门, 妻儿已经睡了。 他听到妻子在床上不安地翻身, 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丈夫,今天怪异的举动, 不知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噩梦。 汪淼吃了两片栗棉灵, 躺到床上, 过了很长时间才艰难地进入梦乡。 他的梦境很纷乱, 但其中的一个东西却恒定地存在着, 幽灵倒计时。 其实, 倒计时在梦中出现, 是汪淼早就预料到的事。 梦境中, 他疯狂地击打悬在半空中的倒计时, 撕他, 咬他, 但一切的击打, 都无力地穿透了他。 他, 就悬在梦境的阵中, 坚定地流逝着。 他使汪淼烦躁至极, 终于从梦中醒来。 他睁开眼, 看到了模糊的天花板, 外面城市的灯光, 透过窗帘, 在上面, 透出暗淡的光运。 但有一样东西, 从梦中跟随他, 到了现实之中。 幽灵倒计时。 倒计时仍在他睁开的眼睛前显现, 数字很细, 但很亮, 发出一种烧灼的白光。 1185 1134 1185 1133 1185 1132 1185 1131。 王鸟转了转头, 看到了卧室中模糊的一切, 确认自己已经醒来。 倒计时没有消失, 他闭上双眼, 倒计时仍显现在他那完全黑暗的视野中, 像黑天鹅融上发亮的水银。 他再次睁眼, 并揉揉眼睛。 倒计时仍没有消失, 不管他的视线如何移动, 那一串数字稳稳地, 占据着视野的正中央。 一股莫名的恐惧, 是汪鸟猛地坐了起来。 倒计时死死地跟随着他, 他跳下床, 冲到床前, 扯开床帘, 推开了床。 外面沉睡中的城市仍然灯光灿烂, 倒计时就在这广阔的背景前显现着像电视画面上的字幕。 一时间, 汪鸟感到自己窒息了, 不由地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叫。 面对被惊醒的妻子恐慌的探问, 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安慰妻子, 说没什么, 没什么, 又躺回到床上, 闭上眼睛, 在幽灵倒计时的照耀下, 艰难地度过了剩下的夜晚。 清晨起床后, 汪鸟努力地使自己在家人的面前显得正常些, 但妻子还是看出了异样, 问他的眼睛怎么了, 是不是看不清东西。 早饭后, 汪鸟向纳米中心请了假, 开车, 去医院, 一路上幽灵倒计时无情地横在他眼中的现实世界的前面, 这东西会自动调节自己的亮度, 在不同的背景上都清晰地显现出来, 汪鸟甚至盯着出生的太阳, 试图使倒计时被强光暂时隐没一会儿, 但没有用, 那串魔鬼数字竟在日轮上显现出来, 这时他不是增加亮度而是变成了黑色, 更加的恐怖, 同仁医院很难挂号, 汪鸟直接找了妻子的一个同学, 一位著名的眼科专家, 他没有说病情, 而是先让医生检查自己的眼睛, 仔细检查了汪鸟的双眼后, 医生告诉他没有发现什么病变, 眼睛一切正常, 我的眼睛总是看见一个东西, 不管你看哪里, 那东西都在, 汪鸟说, 同时那串数字就横在医生的脸前, 1175, 1134, 1175, 1133, 1175, 1133, 1175, 1175, 11313,